欢迎回来我们的房产租赁相关讲座的第四讲 这一讲主要介绍租约结束时的步骤以及一些重要问题 整体篇幅约47分钟分两节完成 这里是第二节约20分钟 的PPT27刚才我就是解释了这个service 在这个表为什么他们就是提出你要怎么填 你是用什么方式的发给他 就是你要证明说你是用什么方式发给他 所以我建议尤其是如果你发的时候 你不可能就是当时签个 你也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发给这个租客 所以我建议就是事先就填好 然后如果你发现就是租客打开门或是什么 你就马上就是填一下签个名 然后就马上就发给租客 对不对 或者是如果你要贴在门上的话 也没有复印机在你身边 所以你只能就是用拍照 拍照证明说你有贴在门上 如果你要记信的话 我也建议就是你用那个certified mail 或者不能certified mail的话 你就做个有个tracking简单 那个tracking number就可以证明说你是有寄什么时候寄的 然后看有没有租客有没有接受或收到 刚才我是解释这个三天 three day notice to pay or quit 三天通知是为了因为他没有付你房租 还有三天通知是如果租客违约了合同 而不是就是没有付房租 而就是违约了一个条件 在出租合同里面 假如说我这是很常就是预理着 就是在合同里面就是反对不能sub lease 可转租 可是或是care转租 可是必须要通过房东的同意转租 房东发现租客没有通过房东的同意 然后转租了 这个就是等于说租客违约了合同 你就房东就有权利可以发这个三天通知 notice three day notice to pay or to cure or quit 不好意思 to cure or quit 给他三天的时间 把他违约的这个部分修改好 几乎就是把这个转租的这个新的租客 就是强迫他走 否则你就有权利 他如果三天没有做成 你就有权利就是走下一步去做eviction ok 有一些就是然后最后就是三天 notice to quit notice to quit 如果没有个pay or cure 就几乎就是等于说你必须三天之后就走了 不管你没有给他一个机会 这个通常是如果你发现租客在这个你住的房子 租的房子是有做什么犯法的事情 卖毒品啊吸毒啊 种大麻这些东西这比较严重的事情 法律有说你可以就是马上把这个租客就要求他搬走 ok 好 你发了这三天通知或者六十和三天 租客就是还是不走 对不对 说鲤鱼师他还是不走 我发了这些三天的我要怎么办 对不对 那时候 你如果确定你发的通知是对的 你就可以走到下一步 下一步我是我们叫 unlawful detainer unlawful detainer就是我们英文的 就是等于就是我们eviction 就是真的要上法庭了 ok 这个部分虽然我今天会讲座 也是会解释这个unlawful detainer 千万除非你是律师 除非你已经读了三年的法学院 考过这个California加州的BAR 你不要代替你客户或其他人 我自己去做这个unlawful detainer ok 我可以玩 我看太多 自己认为可以自己做 反而搞砸了 耽误时间 你损失 我就告诉你 每一天 租客一直留在你的房子里面 不付房租 几乎就是等于说 每一天你就少了这个租金的钱 ok 他越拖长 等于说你又损失了更多 ok 找个专家帮你做 马上快快 很快的 把这事情处理好 ok 好 你要做这个eviction 其实很多这些文件都已经在网上了 你如果去简单 去做个Google search 说我 他们这些文件都是提供给大家 ok 这个文件不是我们自己律师写的 或是有律师可以特别的写 几乎这些文件都是让大家 可是你就是要知道怎么填 ok 第一个文件就是在这个 这个 在最 这个powerpoint的最左边 是我们叫 complaint ok on law for detainer 很多这些文件其实不需要 就是写什么 就是填一些表 ok 基本的一些information 要填好 填对 ok 你认为填的表很简单 其实填这些表没有那么简单 ok 可是也是就是要 基本的一些information ok 第二个文件是我们叫 summon ok 这个就是说文件就是说 法庭有权力处理这事情 光页你列出来这些文件 ok 所以你要行动这个eviction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 呃有这个文件就叫 complaint跟summon ok 你填好的时候 你就要发给法庭 法庭就会看这个文件是不是填对 ok 这个complaint里面也是有要求 这个一些你要负载这个邮件 一些提供一些文件 出租合同通知 对不对 这些东西那个三天通知 都是要放在这个文件里面 如果法庭接受的话 他会盖个章 可以盖个章再给你 他也盖个章再发给他也会收 你发这个时候都是有手续费 我先让你知道这个这个法庭不会免费处理这个时候 做个这个eviction的案子的事先的手续费是250块 所以先让你们的大家知道 ok 法庭接受了 他会把这些文件再转给你 ok 这些文件你必须要发给租客 ok 要发给租客 很多人说警律师这个文件要怎么发给租客 租客肯定知道他 他会收到可能就是不开门啊 或是一直故意的躲啊 对 租客就是会有找出这样子的方式 一直就是躲 就拖时间对不对 租客你问我说 大多我遇到这样子的case的话不付房租 几乎就是租客也是知道他们是 是错的 也是要搬走 ok 可是可能就是他们找不到地方住啊 或是就是没钱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只好就一直拖 能够拖就一直拖 就是这样子 那你是房东的话 你必须就是找不同的方式 ok 把这些文件送给他 ok 当然最最最简单的就是 敲个门 他如果打开的话 就把这些文件就发给他 我做律师的时候 我做律师的时候我其实都是不是会自己去发这些文件给租客 我们都是请专门的一个process server ok 在美国就是有专门做这个行专专门发这些文件给对方 ok 我们事务所都是会请这些人 因为他们是专家他们知道怎么用不同的方式 ok 可能会假装是pizza delivery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按个门里作为他是送pizza 就打开门 然后其实就是把这些文件就是发给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建议你如果要发这些文件给租客的话 请一个专门的processer去处理这事情 好 你租客如果文件收到了 ok 就开始算这个五天的时间 ok 他有五天的时间回答反对这个案子 在这个第三十页的PPT就是有列出来这个文件 这个也是一个表 租客可以填 填出这个叫answer ok 你有complaint answer就是他的回答 所以为什么他反对这个案子 很多次租客为了拖时间 其实填这个表也没有填出正确的原因 为什么要反对 只是他一填这个表发给法庭的话 就给他多一点时间可以留在这个屋子里面 ok 所以你不要担心 如果你收到说一个回答说 他这个都是都是骗人的没有真正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 这只是拖时间的一个方式 ok 因为你看从租客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付不起房租的话我也找不到新的 我只好就是一直拖时间对不对 所以这个所以你要知道他有五天的时间反对 从租客如果反对的 从那一天 ok 你收到这些文件的话 你就是要 啊 填这个什么叫request to set case for trial ok 就是说好 好 诸葛反对了 我马上要求安排开庭的日期 关于unlawful detainer法律有规定 从那个收到这个request to set case for trial那一天 二十天之内 必须要安排开庭的时间 ok 这个是保护住房东 你让房东就是每天都是少了房租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法律有规定要至少二十天之内 ok 这个也是有原因为什么很多问我警律师 为什么这个zoly eviction会通常 说话多长的时间 我说平均来说就是差不多三十天的时间 才可以存 ok 有可能会更长 这些也是很多这些法律的一些文件 我不是想要再多解释 因为这会很很复杂 你反正我就说这个文件就是 如果你上庭赢了这个case 你要填这个表 就是说判下来 你有权利把这房子收回来 ok 所以你是要就是要填这个表 也发给房租 好 我们再到这个 判下来的时候 他还有这个文件叫 Writ of Possession 这个张纸头就是 法庭的文件宣传给大家说 你有权利把这栋房子 你这个文件就是会 如果租客到现在还没有搬走的话 这个文件就是要拿给那个警察局 警察局就会安排我们叫Lockout Day 就是最后的那个日期 租客可以呃 租客可以呆在这个房子 警察如果他一直还在留着警察 就是会进门强迫他走 ok 然后你就有权利收回的房子 把锁都换掉 ok 所以这个文件就是几乎就是 啊 这些是这样子 ok 我就说刚才要通知警察局 所以说在Sandy Ego就是这个Sharers Department 就是安排这些Lockout Date 对不对 你如果已经过了 然后赢了 盘下来 然后所有的文件都已经填好了 这个最后的文件就是发给这个Sharers Department Sharers Department就是会安排Lockout Date ok 我最近就是要做过这个Lockout Date ok 现在我可以跟你说 Sharers 尤其是这个放假的时间 他们很多次都是拖时间 啊 不会马上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 真正遇到的这个状况呢 如果真的是有租客 啊 不付房租 或是就是一直拖时间 有时候我会建议 我的客户做我们叫Cash for Keys 意思就是说 好 我知道你付不出房租 可是如果我 要走这个Eviction啊 我也是少了更多钱 对不对 我要拖三十天才可以真正的 可以把你强迫走 ok 那我不如就付你一点钱 一千块两千块 如果你答应我月底 或是一个星期之内就搬走 搬走 搬走那天你证明已经搬走 我就给你一个支票一千块 两千块 ok 有时候租客 也接受这样的条件 对不对 他接受这样的条件 那不是很好了吗 对不对 对 你要多付一千块 可是比较来说 他一直待在这个房子里面 三十天 一直待在 有可能也找出其他的 一个方式 一直拖 ok 那你不是一直损失了更多吗 你不如就付他一点钱 他马上就走 你就重新可以找到主亲的租客 ok 所以有时候我都是会 提出这样子的建议 那当然很多就是会反对 说警律师他不付我房桌 我还要付他钱 等等 我说 这已经不是为了钱的事情了 ok 你已经会损失了 这个你一定要接受了 现在只是要考虑你什么时候 可以把这收回来 ok 你一直耽误这样子的时间 你损失了更多 你不如就付一点点钱 他立刻的就走 ok 对大家都好 你也不需要付律师处理这事情 ok 所以 我 你找我的时候 我都是会跟我的客户 就是给他这样子的选择 那当然如果他不想要接受 这样子的选择的话 他是ok 那我们就用正确的方式 来把这个租客赶走 对不对 那如果他接受的话 那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大多我可以跟你说 以我的经验 ok 如果租客接受cash for keys ok 事情就很顺利可以处理 走这个eviction的程度 尤其是现在在San Diego County San Diego County只有一个法庭 一个法庭在处理 所有San Diego County的evictions ok 所以虽然我刚才就是跟你说 差不多30天的时间 可是大多案子 ok 不是因为律师拖时间 或是 租客故意的拖 是因为法庭转这些文件回来 非常慢 ok 那只能就是慢慢的就等法庭 处理这些事情 来那每一天就耽误了 我有个案子就是 我文件都是写好 很快的都发给法庭 可是法庭就拖两三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那几乎就是 少掉了很多这个房租 对不对 你也不能怪法庭 法庭就是有这么多的案子要处理 那只能就是配合这个法庭的这些时间 所以我讲这种话不是等于说 哦必须每一个情况就是要付房租客 钱让他走 只是有时候比较适合这样子 尤其是如果你知道 诸客就是缺少钱才不能就是找新的地方 那你不如就帮他 给他这个能力搬到新的地方 对不对 对你也好 对诸客也好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和解 把这事情处理 好 那几乎这个 这个部分就讲到这里了 我知道这个eviction的这个部分是非常复杂 所以我只是简单给你解释 真正如果遇到的话 我希望你会找个律师帮你处理这些事情 因为 你没有有律师帮助的话 我看太多 自己想要做eviction的话 就遇到很大的问题 那我才重复在这个三个这个 这个 第一段第二段再重复 真正可以保护租客 房东 就是要事先找租客之前 可以保护自己 我就说信用调查 填这个申请表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 你没有做成的话 你基本的foundation 你基本的foundation就没有做好 那遇到纠纷的时候 我律师只能就是靠你们先开始做的 你没有出租合同 我只能就是按照没有出租合同 来处理这些事情 你没有这个照片 你没有这个记录 你没有这些 重要的文件 那几乎我只能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你不想要付律师费 那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 都做好 所以真正遇到纠纷的话 我就马上可以很顺利的处理 你没有做这样子的方式 那几乎就是我会收更多的律师费 就是这样子 所以谢谢大家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建议你们再跟我多联系 我们的事务所有 包括就是免费三十分钟的资讯 电话资讯不是见面资讯 电话资讯 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 事先约个时间 我可以跟你说 我常在法庭或是不在办公室 最后再开会 所以如果你认为 你可以就马上跟我联系的话 不可能的话 我都是要求 你要资讯的话 约事先约个时间 你约时间 我当然就是会 按照你约的时间回你的电话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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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